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沈默的空气里 只想想要逃避 捉不到你的手 触不到你的呼吸 昨夜的那场雨 它是两人的默契 永恒的时间 将回忆一连呈现 有时该寻忘期 但往事长追忆 无力挽回 让它藏在心底 忘记 说起来荣幸 谁能潇洒地如此成定 忘记 好像很容易 谁能清醒地 如此成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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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自找的 谁插一杠 打住 换话底 那你下面打算怎么办呀 我打算先回老家去 你回去干吗呀 好不容易把心弄清楚了 钱还没要到呢 钱一时半会儿也要不回来 什么意思啊 你丫头 你不是留在这儿吗 你帮我盯着 咱们有了这个 就不怕得赖账 再说了 即使要回来 也还是亏损 与其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还不如回去选办法赚 不管怎么说 事情总算弄清楚了 要不然 心里有个节奏 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扎叔 我想跟你一块回去 听扎叔的 我说了 这个地方适合你发展 等有了成就再回去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去找我那朋友也可以 他会帮你的 扎叔 我会想你的 想我干什么 和你在一起这段时间 我今天虽然没赚到什么钱 但是在感情上 我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在我爸身上 都没有体会过的 这好办 你跟我叫爸爸 要不然叫公公也成 去你的 这是什么事我问你 在感受到什么地方 咱们 你这要是何必呢 他怎么连水都没得喝呢 那你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你不是曾经说过 一个人想要成功 就必须先苦其心志 劳其心志 一筋骨再饿起体肤吗 我的心好痛 但至少 他肯出来找工作做了 我看你们俩都够造罪的 但不论再怎么痛 我都不能前功尽弃 阿姨 请坐 这是小虎写着玩的 有笔吗 这个是公司财务部规定的 请他快一点还钱 这两个月的时间 他上哪儿赚那么多钱啊 那是他的事情 什么 Book Kim 您没事吧 没事 走吧 beiten 等一 близ 小虎 小 你不要多少钱 来还钱哪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啊 怎么了 你有完没了 你把钱还了就完了 我要是不还呢 要是不还的话 不瞒你说 我还真没有办法 那我就不还了 你要去找法院 找公安 群体辩 真有气概 不愧是吴天雄的儿子 耍赖都耍得理直气壮 面不红 心不跳的 看看 这个就是吴天雄儿子的德行 我是我 我爸是我爸 你别在这儿说事 我告诉你 小虎 你干什么 不关你事 你走 小虎 行 行 小虎 那个咱俩能单独谈谈吗 就一会儿就几句好吗 好 来 阿姨 没事 小虎 小虎 你听我说 我知道了 你对我有些偏见 没有 那就好 凭心而乐 因为你爸爸妈妈的缘故 所以我一直把你当成最亲的亲人 所以在我看来 你妈妈所有为你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好 郑叔 你有话直说吧 那好 我知道 你妈妈对你的好你理解起来 有那么一点困难 我根本没法接受 那个人 杜明 他有病 他脑子有病 你知道吗 他一直都希望 我按他的方式去生活 特别是我爸去世之后 他简直不可理喻 小虎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不管再怎么讲 他也是你的母亲 坤叔 如果你还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还算我说的话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你带着他去精神病医院 好好查一查 小虎 小 坤叔 不好意思 我回去会跟他好好说一说的 其实也没什么 小虎骨子里啊 跟他妈妈是一个脾气 没事的 那我先回去了 我已经是小虎了 甚至乎有不想要的 你拿着你 你拿着掌楼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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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掌楼子呢 你拿着掌楼子的 做掌楼子的 可以放寒 好吗 自从吴小虎出生到现在 我一路都是采取平等 沟通 尊重的这种教育方式 来教育她 结果就是造成了 好像现在所有的 独生儿女是一样的 自私 无情 冷漠 贪婪 一昧地向人家索取 永远不知道回报 感恩及奉献 永远只能伤害他人 自己不能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我始终相信你 还是中国人 岩石出高土 棍棒出孝子 若明啊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只能说你有一点偏扯 我希望你不要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 可以柔和一下吗 即便你对这种教育方式 有点自己的看法 有点自己新的理解 你说的 对吧 吃饭 我不是 你知道他是不是偏执狂 狂扎脑子有问题 怎么会呢 他这是在激你 激我 有这么激自己青春儿子的吗 他就是有问题 真的 如果在以前 你打死他 他也不会这么做 就是因为我爸去世 他受了刺激 然病 你劝劝他 让他去医院 好好接受一下心理治疗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看他正常得很 跟谁都通情达理的 跟谁都通情达理的 你放心 这笔钱 就算不吃不喝 我也要还给他 这么多钱怎么还啊 还不上也好 还不上我们就看看 他是不是真能逼得我跳楼 坤总 赵总 你这是 坤总很忙嘛 整天不着家 按说我应该去你家找呢 瞧你说的 走 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去 不必了 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来找你 你看 瞧把我忙忙的 给忙忘了 江老板啊 给我打过电话了 而且把事情的经过 说得很清楚 而且告诉我啊 他会跟他的老板尽量沟通 争取把你的损失啊 降到最低的最低 你看呢 那就有劳坤总和江老板 其实啊 我也帮不上博大的忙 但是扎总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量 好吗 那我就等会你们好消息 别站这儿说 走 我请你喝茶 喝茶 不必了 我们俩坐一块儿 能有什么共同语言 就好喝茶 我一定会见到你 那你去哪里 是什么 你去哪里 都不相信 那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你有什么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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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好 绿谷 什么事 你要跟我道别 你要去哪儿啊 开矿 什么时候走 那 那好吧 你路过这儿的时候 我们见一面 我等你 你现在跟家里人 关系怎么样 没对机嘛 别说我了 说你 你那个开矿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亲戚给介绍的 特别能挣钱 哪儿啊 要过边境 过边境 对啊 那边感觉 是不是比我们这边还穷 但实际上正因为它落后 这中国人才方便过去 开金矿 开牧场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有道理 可是你去能干什么呀 亏里还是学管理的 做贸易啊 咱们把那边的木材 给拉过来 再把我们这边的日用品 给人送过去 我这次去啊 也就是给侦查侦查 要是没有亲戚介绍 还去不了呢 是吗 是吗 来 你能带我去吗 你真想去 当然了 谁不想发财啊 那行 你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没事 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儿人都这么常来常往 我表叔说了 那边啊 工作已经跟咱们安排好了 到了那边 矿长亲自接待咱们 这种地方 不会让我们做苦力吧 怎么会 我们是来做贸易的 放心吧 老板 老板 我把人带过来了 来了 老板 好 好 看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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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什么 怎么办 说不定 这就是我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 我说的是真的 你这算什么 你这是又找自己呢 还是惩罚自己呢 其实我知道 你在和你妈呕气 算是吧 只要能够不在他眼皮底下 开始自己的生活 就算做苦力 委任了 你是让虫子咬到脑袋吧 对不 你知道穷人想过什么日子 想过富人的日子 富人呢 想过长生不老的日子 长生不老的人还在想 这日子什么时候到头 现在我们不如起脸低一点 把自己当成穷人 现在的目标就是 能吃饱多嘞 别说话 睡不睡觉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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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扎斯 你怎么来了 刚着有好事了 您看看 这个是展方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说是从那个深圳老板那儿给药过来的 这丫头啊 电话里有没有说她现在怎么样 她现在可厉害了 听说他们公司啊搞了一个专门经营茶叶的部门 她现在就是那个部门的主管 是什么 我说嘛 这丫头离开这儿就有出息 扎哥 扎斯来了 你来得正好 钱来了 拿去还账 你来得正好吗 这丫头啊 那里来了 你来得正好 你来得盖 是啊 也算了 你来得盖 打掌 穷 你去厕着 SENATE 送到一个里面去 来到行的 没必要那么辛苦 在这儿的 都是我以前那些老哥们 在一起喝喝酒 一起干活 我还是习惯了 过这种生活 对了吧 那个 前两天吴孝虎她妈找过 问你在哪儿呢 这以后她再要问我 我怎么说 我在这儿啊 就是想图个清静 以后有人再问你 没必要告诉我在哪儿 爸 这有一件事我就 一直特别想问你啊 说 你和这个吴氏集团之间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恩怨啊 恩怨 什么恩怨 无非就是上次江老板的事嘛 那之前呢 看能上哪儿去 他什么都没说 能联系的我都联系过了 都说没见过他 昆怨 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啊 那他不会有 所以我认为啊 找他是徒劳的 再说了 他上一次走 完全是因为赌气 而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 我看他是下了狠心才走的 都怪我逼他太紧了 你也别太自责了 你也没提及薪吧 快起来 别让公投我看见 走 Lloyd 你 haunting我 这不是人干的话 我好饿了 咱们再坚持会儿 就像样子也可以 吃吧 这老明王说得对啊 这欧气也需要有资本的 什么资本 力气 你留着 你拿着你也饿 我真不怎么饿 不可能 我比你胖你拿着 我怕我们会死在这儿 那我们找机会走 我怕我们会死在这儿 你不行 还行吗 没事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去小埋步看看能买点啥 我跟你块去 那好吧 走 有人吗 有人吗 没人 走吧 别 他们这儿的规矩 是你拿完东西以后 自己把钱留下又行 走吧 这 这多少钱啊 就这些吧 这 这多少钱啊 七块钱 你有钱吗 我就这些了 我发现 我们在进入社会以前吧 是那种七零八角的玩世纪 在进入社会后呢 我们逐渐流而讹软世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 我知道 你的烦恼来自于你母亲 其实也没什么呀 哪个父母不忘字成龙吗 只是我们成不了龙半了 忘字成龙是没错 可是你见过 把耍自己的儿子 当成夸张的母亲吗 我觉得 你母亲不是这样的人哪 咱们上学那会儿吧 咱们的同学 都把你母亲作为 所有妈妈的楷模呀 你是以前 那从我爸去世之后 他又变了一个人世呢 我觉得 他是受什么刺激 不会吧 如果不是因为他 我是不会来这儿的 你知道吗 他把我所有的路 都给堵死了 我这儿是 其实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也不贪心 我只想平和地 过普通人的生活 他就是 不是 我觉得 只是你呢 你的出生背景不一样 你妈妈对你的要求 比较高一点 我想干的事 她不让我干 她让我干的事 我又不愿意干 你知道的 我是属于那种 要么不干 要干 就想干出一番大事的人 这个我相信 我只是觉得 我们没有必要 去浪费自己的热气 我希望 你能早点从完事 变为讹乱事 管她什么事 只要能挣大钱就行 我等着这一天呢 咱睡吧 睡不着 那 那不睡明儿还要干活呢 我肚子饿得睡不着 你越不睡吧 这肚子就越饿 有 我们去找点吃的吧 大碗上的 上哪儿找吃的呀 小麦布不是有吗 那你有钱吗 没有 这没有 这可是偷 在这 你偷东西 人家会砍掉你手指的 我没说不给钱 来 我们可以先把东西拿了 然后给人写个签条 等以后有钱了 再还给他吧 这行吗 行 行 走吧 那走 请点 有人吗 有人 有人 来 雨芬 来 好 走 长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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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老 长老爷爷 长老爷爷 我们不是偷东西 我们放了一块手表在那儿的 真的 真有手表 放了一块手表 真的 手表 你们见了没有 没有 有见过没有 没见过 长老爷爷 我们保证 等我们以后有了钱 一定要把钱还回来 拿了东西不给钱 那就是偷 这 这不是偷啊 我们真的是太后了 真的有了钱就给你 真的有了钱就给你 你饶了我们吧 国有国法 村有村规 在我们这里 偷了东西 就要受到惩罚 断纸 做徒劳 你们自己选择 不要啊 断纸 小伙子 咱们要看我们的手指啊 不要 不要看手指 不要回来 我 我求你们了 放过我们吧 让死 大爷 年纪轻轻的 不给你们留个教训 今刻的道路怎么走啊 你们这是什么破规矩啊 你们这是动用私刑 是犯法的 犯法 这个规矩 在我们这里 传承了一千年了 这就是法 你 你还来 救命啊 我们家人不愿意 你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啊 救命啊 不不 别哭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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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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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一个人干的 跟他没关系 真的吗 真的 是我饿了 我把他吊来的 压着 不 这 这 你们 走 不 你别 不要 你别放了他 别 别 别 等会儿 等会儿 走 我先做土了 压下去 不要 放开 你们快来拉手 快点干 一会儿下雨了 快点 靠下 靠下 出事 车 你帮我干活 你瞎跑什么呀 出大事了 我求求你 救救吴小虎吧 他怎么了 我们拿人东西吃 被山寨的人给抓了 他带下人怎么样 被关进土牢了 怎么了 关进土牢了 这笨呢 那关土牢 那还能保住命吗 那不是还可以 选择断纸吗 断纸不就残废了吗 那是你残废重要 还是命重要吗 那总之 我求求你 救救他吧 那我明天先工作 你们快点干活啊 他家有钱 他妈妈特有钱 你救了他儿子 他一定给你很多钱 是真的匡障 无事集团你听过吗 无事集团董事长 就是他妈妈 他们家很有钱 无事集团也是他们家的 对 他妈妈还是董事长的 是是是 想要他上我家里干活来了 没错 你拿我那三岁小孩呢 是真的匡障 不信 你打长号台 你查无事集团 不就能知道了吗 一位男的来着 好像是关于小虎哥的事情 喂 喂 你好 您是吴小虎的母亲吗 你好 我是 是这样 你儿子小虎啊 在我矿上打工 让他呢偷吃了别人的东西 被本地人给抓起来了 要是想救你儿子的话 那你得出点血啊 舅 舅舅先生 钱不是问题 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 请问他现在人在哪里啊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子 我去哪儿子 叫这个 我去哪儿子 我去哪儿子 你去哪儿子 救救他 我不惜任何代价 好好好 要不这样 我们先找个地方聊 好吗 好的 来 好 不管多少钱 只要能够把我的儿子 救出来 我都要你出发 这可是人命关键的大事 你儿子在土牢里面 被关了两分 他在身子里 就别提他那身子 就是我那金矿 那些卖苦腻的那大汉 那最多也就三斤 老板 你开个价 杜明 钱 钱 钱 这 这是十万块钱 你先拿着 不够再说 好吧 就这人钱 这就当时定金 只要能把人救出来 剩下的钱一定给你吗 那这事先把得五十万 好 好 那剩下的十十万 你跟我写个箭条 我写 我写 我现在就写 杜杜 你拿着钱 就能把人救出来 你啊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跟你有关系吗 他 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朋友 嗯 他儿子是在你那儿打工的时候被抓的 你是老板 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他来我这工作是他自己来的 他不是我硬拽来的 我不管是他自己来的 还是你请来的 人还没见着呢 你就要拿钱 没这样的规矩 问题是我没有钱 我拿什么去救人啊 这是你的事 走 等我走 不行 这关会与我儿子的性命危险的 他还是我唯一的儿子 好 那你在这儿等我 明天这个时候 我把他给你带回来 我这 你别走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是给 给他们俩面子 要不是我走啊 我把你砍了 大哥 大哥 人都到了 够了 告诉他们把手里的家伙都放了 为什么 听我的放 可他们都有家伙 听我的放下 放下 走了 你怎么不回房间休息啊 我哪有心情还可以休息呢 但是你站在这儿也没用啊 我错了 我真有错了 我怎么可以这么糊涂 我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我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我怎么可以 我跟你说 如果说小虎他能够平安地回来 我什么都不要 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我现在要崩溃了 你知道吗 杜明啊 你没有错 小虎也没有错 谁都没有错 如果说有错的话 就是那个扎诺有错 你说这个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凭什么要拿着钱走 矿主吃贪仓 不过拿着钱 人家是可以把事办了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掺和什么呀 他这不是捣乱的吗 我相信赵明 我 岁月明月 同学 城会发芽 下回开花 人都会长大 世界复杂路会分叉 世间的可怕一刹那 从春到夏更在挣扎 那时在牵挂 爱的代价从心出发 世界在大颗路 人在脚下 就是因为爱才会感觉无奈 担心爱的人生伤害 才会把自己当成了盾牌 想要挡住所有的伤 就是因为爱才会满怀期待 爱怕爱的人会失败 才会把眼泪偷偷地藏在 人看不见的地方 就是因为爱 一代一代一代 爱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